用餐尖峰时段 知名buffet突然警报大响 自住吧台的铁卷门 全部同时拉下 这一刻现场消费者人心惶惶 一度以为是发生火灾 只是这警报竟然响了足足一个小时 消费者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看到自住吧铁卷门全拉下 无法取餐 服务人员推着检疫餐车 充当暂时的自住吧 而大家也只能无奈 伴随着警报声继续用餐 过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他们才用餐车的方式推出来 他那个噪音其实蛮高频 然后也蛮高分贝 尤其是手持去座位旁边 那个声音非常大 一个人要价将近两千元的 用餐体验全毁 Google评论雪片般涌入抱怨声浪 警报声响个不停 铁卷门也过了一个多小时 才全部开完 四个小时的用餐时间 等同于四分之一都被摧毁 还有人也留言 在餐车上拿食物 搞得像学生餐厅打菜 这难道是高档的buffet 该有的品质吗 我花这样的价位 没有享受到 原本应该有的服务 不是很开心 对此业者回应 是店家真烟设备异常 已经逐一致电 也正在进行赔偿作业 而根据了解异常区域 只出现在这间buffet餐厅 但当下百货大楼 并没有任何广播处理 对此业者和商场 会协调进行改善 只是花了两千元用餐 却得无故忍受刺耳噪音 难免让人无法接受 三选菜中教育台报道